还记得308前夕位于槟城寒江中学大操场的万人盛况吗? 本期视频来跟大家说一说槟城的故事 是一个唯一由火箭主导的周术 2008年翻风大锤 酝酿多时的力量彻底在第十二届全国大选引爆 308政治大海啸 国阵惨败 多个周术变天 其中槟城火箭势不可当 308前夕在韩江中学大操场的万人盛况 那句改国运你决定 Zoom Uba Just Train It 成功让宾州政选在隔天溢主 19支火箭齐齐升空 而308也成了时任民政党主席 兼宾州首长徐子根 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杠规的民政党自此走向湖底 徐子根下台后 宾城也正式迎来火箭时代 林冠一一共在位两届 从2008年一直到2018年 宾州行动党主席曹关友 则是在509全国大选之后接棒 在这15年里 西蒙在宾州议会的掌控程度 可谓稳固攀升 2013年的505换政部 华裔反风吹得比308更加猛烈 当时的名联 以狂风扫鹿眼姿态赢得宾州政权 在40席中拿下30席 火箭贡献19席 2018年的509全国大选 时任首相纳吉深陷一马公司丑闻 当时包括土团党在内的西蒙四党 惊抓此刻提蒙党 加上政治强人马哈迪效应 活阵最终倒台 大马迎来史上首次政党入替 而西蒙在宾州很早37席 取得68%的总得票 只不过后来西莱登政变 西蒙失去4席 目前剩下33席 在火箭执政的15年里 宾城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 2015年和2019年 宾岛与威省市议会更升格为市政厅 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堵塞 淹水问题 海底隧道贪污案 天海计划争议等等 让州内民众吃摇头 加上林观音本身的官司案 也成了政敌用来攻击西蒙的政治素材 第15届全国大选 大马掀起绿色浪潮 这股绿潮威力席卷北马及东海岸 三个宾州国习被国盟拿下 分别由假炮把底 大西如厄 甚至连手下安华的老巢巴东普也失手 而从大选的成绩已经显示 绿潮攻入威省区 国盟趁势打出了乌翼首长牌 宾州首长曹关有坦言 从全国大选的成绩剖析 宾州或许会在来临的州选中 失去至少6到7个州议席 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从宾州预计选民人口分析 40个州议席当中 马来议席就占了15个 如果绿潮的力量一直持续到来临的州选 最坏的情况便是 让出三分之二的执政优势 另外尽管宾州是国内唯一 华裔选民占多数的州属 但值得注意的是 州内华裔人口比例 已经连续两年下滑 根据最新的宾州人口 估算报告显示 州内土著人口已经超越了华裔人口 在这种增长势头之下 华裔选民占多数的议席 只会越来越多 而这成了无法避免的事实 究竟宾州西蒙的未来会如何 留守百格带你一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